雍正能在九龙夺敌中笑到最后 全靠身边这个大人物 雍正能继承皇位 全靠一位和亲人物 他就是 清圣祖 孝义仁皇后的弟弟 也就是雍正的舅舅 龙克多 九龙夺敌是一场 亲骨肉之间的自相残杀 争夺皇位的九位阿哥 全部使用了自己最残忍的手段 四阿哥印真印一样 为了争夺皇位 也是用了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 这也就预示着 最终只要有一人 当上了皇帝 另外八人就都不会好过 老大最终被削去爵位 被囚禁终身 老二先是经历了 拿到了一点优势 后来又被针对 最终也是被囚禁到死 三阿哥是中途主动退出的 但依然免不了囚禁致死 老八老九老十是一伙的 但最终还是没有斗过印真 最终也是被囚禁致死 就连跟印真同母的弟弟 第十四阿哥 最终也是因为没有支持自己 也同样被囚禁了十年之久 但雍正能顺利当上皇上 那是因为这两位关键人物的辅佐 才坐上了皇位 一位是严庚阳 另一位是龙科多 作用最大的就是龙科多了 龙科多是康熙皇帝的重臣 在辅佐康熙的时候 就被任命为步兵统领 他的主要权力就是 北京当时久坐城门的守卫和门禁 相当于紫金城的保安队队长 这可是整个京城的保安 那位置绝对是相当重要 要说龙科多为什么相中了四阿哥 一部分是四阿哥被龙科多的姐姐养大的 所以雍正应该叫龙科多舅舅 还有一部分原因那就是康熙了 康熙的立场就代表着龙科多的立场 在康熙找到龙科多之前 他确实和老八私混过 但康熙找龙科多谈过话之后 立马就放弃了八阿哥 后来在康熙病逝之后 龙科多亲自宣读的康熙的遗嘱 由四阿哥继生皇位 并在支持四阿哥的这段时间里 龙科多可以说是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因为他在老八的队伍里混过 所以相当于沉抵了几年 这样一来八野党就被很快的解决了 还有其他的对手 基本上都是龙科多帮着四阿哥解决的 并且在雍正刚刚坐上皇位的时候 自己的政权还没有十分的稳固的时候 都是龙科多和年庚瑶两位大臣 辅佐雍正的 所以对于雍正就有 内有龙科多外有年庚瑶的说法 雍正坐稳江山之后 立马提供龙科多一等宫的爵位 还被加分为太保 但是雍正这么做都是有心机的 还是因为他和龙科多之间的秘密 迫使两人达成了某种交易 龙科多的二儿子龙玉柱频繁惹事 他还不惹小事 要不就是今天惹了三阿哥 明儿个惹了哪位朝廷重臣 自己还频繁去红红绿绿的楼里面玩转 雍正都是看在龙科多的面子上 才不跟他儿子计较的 龙科多也知道雍正在争夺皇位的时候 做的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所以两人在表面形成了一种制约 毕竟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但地位更高的雍正 在自己继位后没多久 就一直寻找机会 想要处理龙科多 直到查出了龙科多背叛自己 雍正就开始了灭亲之路 龙科多是雍正继承皇位的第一功臣 可为什么雍正登基五年的时候 就要除掉他呢 要知道 没有龙科多的话 雍正是不可能做上皇位的 雍正也深知自己的皇权来得多么不容易 所以他非常的重用龙科多 在他刚继位的时候 就特意跟年更遥发了私信 大概意思是说 龙科多是父亲的大忠臣 朝廷忠臣 但就是这么一位忠臣 为什么在雍正刚当上皇帝的没几年 就逼死了龙科多呢 那肯定还是因为雍正 发现了龙科多的一些见不得人的构杖 因为龙科多对雍正皇帝的贡献巨大 所以自己手上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 再加上雍正对他一口一个舅舅的叫着 龙科多就彻底飘了 就像是年更遥一样 觉得自己是皇帝的左膀右臂 就开始目中无人 甚至还背叛了雍正 在雍正三年的时候 雍正意外的发现 自己的这位舅舅竟然背着自己 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 安隆其他大臣谋起私利 经常瞒着雍正做一些干涉内政的事情 这就让雍正无法忍受 更可怕的是 龙科多和年更遥两人竟然都有同样的问题 甚至两人还勾结到了一起 由于年更遥大大咧咧 做事不够谨慎 让雍正抓到了证据 皇上实在不忍心处决自己的两位大臣 于是派龙科多派阿兰善等地开判土地 并且还警告了龙科多 说自己已经知道了他的事情 如果不痛改前非的话 结局肯定是自取灭亡 龙科多在收到警告之后 虽然改变了自己的作风 但还是忍不住贪财的诱惑 在雍正四年的时候 雍正查出龙科多接受了 严更遥和另外几位大臣的行贿 于是就派龙科多 前往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处 即行谈判自己好有时间彻查龙科多的罪行 最终又过了一年 就在龙科多与沙俄的谈判即将成功的时候 雍正查出了他的41条大罪 然后就立即招龙科多回京 最终龙科多被永久的监禁 自己的家人也被流放到了外地 这时候就有人要问了 龙科多居然这么受雍正的爱戴 那他为什么非要背叛雍正呢 去触及皇上的比线呢 关于这个问题那就得要说说龙科多的祖训 到底有多离谱了 龙科多和雍正不分你我 背后却是相互算计的仇家 在龙科多的家族中 有着一条非常离谱的祖训 他的家族之所以能够在皇宫里面 势力长盛不衰 靠的就是不会一条路走到黑 同时家族始终长盛不衰 靠的就是一条祖训 那就是不要一条道走到黑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别着急 让我跟你细细的到来 在九龙夺敌时期 龙科多就被巴阿格拉拢过 自己也确实在巴阿格的队里面混过 但是他很快就收到了康熙的警告 如果再和巴阿格私混的话 康熙就会就地处决龙科多 所以后来 他在自己的族人都支持巴阿格的情况下 自己依然和他们划清了借鉴 这么做 纯粹就是为了保命 也就在这个时候 龙科多就对康熙有着很大的意见 然后他就开始扶持四阿格印针 另外还偷偷压着三阿格一样 就这样 龙科多同时选择了两个阵营 他足迅讲究的是 分开这只阿格来 这样到最后才不会混得很差 阿格好 一个人就压了两位阿格 后来三阿格实在是受不了 明争暗斗的压力 于是选择了退出了竞争 所以龙科多就开始全力四阿格 还有就是 在雍正继位后 龙科多依旧没有全心全意的效忠皇上 总是留有自信 并且还记着祖勋 发展着自己的后路和势力 雍正在继位后 也看出了龙科多的趋势 知道龙科多不是个很忠诚的主 所以也在背地里调查着他 并且自己争夺皇位时做的 见不得人的手段 龙科多也都知道 所以雍正一直都在搜集证据 然后好制裁龙科多 最终在龙科多处理边境问题的时候 雍正搜集到了龙科多的41条罪行 找他回京后 就立刻囚禁了起来 念在旧情的份上没有处置龙科多 而是对他进行了永久监禁 在牢房里待了一辈子 谁受得了啊 最终在关禁闭第三年的时候 龙科多在牢房里面选择了自杀 要说龙科多是忠臣吗 他也是 要说不是吧 他也不是 龙科多就是典型的墙头草人物 谁又向上发展的实力 他就偏向哪一边 总是保存实力为自己着想 这样做 确实不一条路走到黑 但他却哪条路都没走好 好了 关于龙科多的一生 你有什么独特的见解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吧